156 太陽報 一禁無人機飛越住宅核電站 2015年7月15日國際A22 綜合外電報導 日本政府昨日舉行內閣會議 來定航空法修正案 限制無人機的飛行 修正案指出 若沒有國土交通大臣的特別許可 禁止無人機在市民密集區域和住宅區等上空飛行 同時禁止在皇江、國會、首相官邸、核電站等重要設施上空飛行 修正案近日將加國會通過 修正案稱 無人機的操縱者需受過訓練 機體也須有專家檢查過 隨可提出飛行申請 若或飛行許可 須保證無人機只在日出與日落之間飛行 飛行範圍必須可目視及監控 不再接應活動和人多的地方飛行 以及不許搭載危險物品 為例者將處以罰款 外界認為 修正案只在禁止個人使用無人機 今年4月 一架攜帶福島受核污染土壤的無人機 在東京首相官邸的首相辦公室托頂被發現 相信時要抗議首相安培進三滴核電政策 引起日本政府極大震動 而此為止 第四位 開動 輪成 在